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 在斗罗大陆上,有着很多魂师强者 这些强者在追求自身实力强大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找到适合的继承人 来传承自己的独特魂迹 所以每个宗门都会培养传承人 而每个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也都希望能够找到适合的传人 魂师大赛其实就是魂师和宗门招揽青年魂师的途径之一 青年魂师在魂师大赛上尽情地展现自己的实力 而那些强者就在看台上观看 如果有看到自己想要招揽或者认途的魂师 就会私下了解,然后选择是否招揽 在魂师大赛上,五魂天的橘斗罗 就看上了史莱克七百中的戴木白 因为戴木白曾服用过仙草其融通编局 庭内具有这样的能量,特别适合当橘斗罗的徒弟 但是一看橘斗罗和躺散的关系就不好 戴木白自然是不会答应的 像橘斗罗一样,小忠于气宝楼离宗的剑谷斗罗 也急于寻找徒弟和传承者人选 但他俩也都没有后代,武魂并没有传承 因此要找徒弟人选,武魂性质特别重要 古兜罗的武魂是古龙 他在比赛中,看到史莱克战队中 有一位拥有骷髅武魂的魂师特别清新 正好与他的古龙武魂相近 因此,他就看中了拥有骷髅武魂的精灵 古兜罗找到传人后 自然是要到老原家剑斗罗面前需要一下的 但是剑斗罗却表示不服 因为他觉得,自己找的徒弟无人能及 他看中的是史莱克战队七大主力之一的奥斯卡 奥斯卡虽然是史无忌魂师 但是他的第六武魂,拥有复制技能 这样技能够继承剑斗罗的七杀剑了 这样的技能比100个强攻系技能还要好用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